谢谢大家看到两支球队的队员已经走到了场地上 在场上穿蓝色服装的这是广东联队 在场上穿红色服装白色短裤的这是香港队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广东省足协的副主席罗怀远 罗志导做我们现场解说顾问 罗志导你好 你好 这个深港杯足球赛历经2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 今天又迎来了第21届比赛 那么这20届赛事好像您基本上都参加了 后10届参加了 那么这个跟可以说跟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的深港杯联赛 那么在本届比赛呢 这个引起了深港两地的极大的兴趣 这个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 因为深港杯在刚刚20年以前呢 它是作为深港体育交流的先锋 也就是说从深港杯以后呢 就打开了深港两地的文化啊 经济啊各方面的交流 所以它当时举办深港杯 是得到国务院的批准的 所以从那时候来讲 在深港两地人民这个心中 深港杯是占有比较重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一届呢 又是本世纪最后一届 对 下一届第二十二届应该说是在下一个世纪才开始了 是 那么这一届比赛呢 这个广东的球迷 应该说今天前来观看比赛的球迷的人数呢 比上一届明显的要增加了 对 因为深港杯中规是深港两地最高水平的比赛 是用深港两地的联队来打的 所以它比俱乐部的比赛 它这个水平要高 尤其这一届吧 我们修改了规程 就是不限外援 香港这次报了九个外援 现在从场上来看 它起码上五个外援 所以香港的水平就明显的提高了 就看广东能不能顶得住这一届 现在队员已经做好了准备 那么很快比赛要开始了 香港队的队长是二号邱建威 广东联队的队长是十号胡志军 他们现在在裁判面前在挑边 而且两个队长何颖刘念 互换队齐 刚才罗指导给大家做了介绍 就是本届省港杯的比赛 允许双方不限外援的数额 但是广东联队没有要一名外援 主要的球员是来自广州松日队 广州太阳神队 广东洪远队和深圳平安队 那么香港队呢 是在报名的名单当中 有九名外援 中央点身 广东电视台 广东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是在广州市的广东省人民体育场 为大家现场直播第21届省港杯足球赛 首回合的赛事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敌响 首回合的赛事已经拉开了战幕 在场穿红色上衣 白色短裤的 这是香港队 穿蓝色服装的 这是广东联队 广东联队的球员主要是来自广州松日队 广州太阳神队 广东红远队和深圳平安队 那么本届比赛最吸引观众的一个热点 就是经过双方的协商研究之后 不限外援 广东联队没有选一名外援 而香港联队选择了9名外援 从今天他们出场队员的情况来看 香港队是上场5名外援 这样的话使香港联队的整体的实力跟水平就有了很大的频道 因为国内从94年开始举办全国足球甲业联赛之后 双方在整体的实力上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 尤其是在体能方面 在竞技界 广东联队在体能上基本上是每一场赛事都可以压住对方打 尤其是在下半场 香港联队在体能上吃了比较明显的亏 那么这一次呢 香港队前派这么多外援上场 使得香港队的实力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 今天担任这场比赛的三名裁判员全部都是来自广州的裁判员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广东省足协的副主席罗欢远 做我们现场解说顾问 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双方出场队员的情况 香港联队出场呢 有一号李安娜 二号邱建威 三号高尔 四号潘耀卓 五号黄德伟 七号布列治 十一号西顿 十五号卡根洛夫 这个队员呢 就是上一届曾经参加过省港杯的球员 这是来自快一通的 还有19号列卡杜 二十号汤美 二十三号宋连勇 广东联队出场的有一号高建斌 二号李威 三号赵昌宏 四号刘醒 五号张卫华 这几名都是来自广州松日队的球员 八号吕建军 九号姚德彪 十号胡志军 十一号护尔宁 和十九号杨奇华 由于广东各职球队呢 松日队在甲烟联赛当中 这个成绩是在各职球队最好的 所以主要的班底呢 是以松日队为主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就是香港联队的主教练 彭丽莱 今天广东联队排出的阵型是三五二 在本届比赛开始之前呢 我们曾经采访过广东联队的主教练郑良耀 他说以往各界呢 由于香港对选派的本土球员呢比较多 所以多少呢 对这个球员的特点啊 对这个整体 大家看到这就是郑良耀 广东联队的主教练 这是来自广东体校的一名教练员 旁边是张春生 广东队的领队 那么 这一届呢 由于香港队选派的很多外援 所以对这个香港这个外援的球员的了解呢 并不是非常的充分 广东联队呢 在短短的十来天的训练当中呢 也不了解香港队将采取什么样的打法 是的 所以这个主教练郑良耀呢 就比较担心 压力也比较大 因为他毕竟没有带过这种成年的队伍 他主要是从事这个青少年的培训工作 他说尽管如此 我们估计香港联队选派外援上场之后呢 打地面球的可能性呢 要相对少一些 大多数的可能呢 是严密的做好这个自己的后防线的防守之后呢 起高球 让外援凭借着他们的身高 和体能 来和广东联队进行抗击 那么从今天比赛开始之后 我们看到广东联队在进攻上 主要还是发挥那个队员 脚下攻速比较好的这个特点 争取从两个边发动进攻 那么本届广东联队的球员呢 很多也都是非常年轻的球员 大多数的球员呢 都没有参加过省港杯的比赛 对 但是经过这个国内的甲业联赛的洗礼之后呢 每个球员呢 都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技战术的特点 加之广东球员脚下呢 都还有些活 所以在配合上呢 并没有给主教练带来很大的困难 那么现在主要的这个困难呢 就是联赛结束之后 各支球队在体能的训练上参差不齐 那么有的球员体能可能好一些 有的球员呢 相对差一些 如何布置好这个技战术 在本场比赛当中面对的省港联队的 这个香港联队的这个高大队员 能够顶住对方的进攻 这对于郑良耀主教练来讲呢 就是一个考验 广东联队这些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 第一个在对方禁区附近获得的任意球的机会 一角直接摄上球员 这一角把得非常有力量 而且是贴着地平面直接奔向守门员 林安娜表现得不错 牢牢地把球控制在自己的怀里以后 赶快出给队友 林安娜是来自香港南华队的队员 香港联队还是起高球 从上半场开场这短短的几分钟情况来看 这个香港联队面对着广东联队 尽管对方年龄不是很大 但是香港联队好像在进攻上还是幸有余悸 投入的兵力并不是很够 因为双方都是不摸底 所以现在打起来的话还是比较 比较拘谨 比较拘谨 对 还是在试探 争取把中场控制好 对 广东联队对香港队的这个了解的程度呢 应该说这一届是最少的一届 以往呢都对对手的了解比较充分 知己知彼 而本届呢只是知己并不太知彼 那么同样呢香港联队呢 对广东联队的了解呢 也不是很充分 广东联队四号流行 这球应该用内侧轻轻地往进去里头跳 用外侧这么蹭 它是球越跑越远 中央电视台 广东电视台 广东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是在广州市的省体育场 为大家现场直播 第21届省港杯足球赛 首回合的赛事 现在上半场比赛呢 已经进行了 接近十分钟的时间 目前场上的比分呢 还是零比零 在场上穿红色服装 白色短裤的 这是香港队 中后期就ind Snapdragon sama 都只 $5 üm 但到现在是收第2个赛事 煩衣中在中架üyorsun上的中架性交易 说明这个球员在场上的位置呢 还是技术比较前面 那么从这个传球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甲英联赛结束之后呢 各支球队的体能的训练上 训练上有差距 有的球员呢 这个球队体能训练抓得还比较紧 那么体能呢就比较好 有的球队呢相对放松了一些 这样体能呢就有所下降 所以在比赛过程当中 主教练郑良耀呢最头疼的 也就是这个问题 刚才那球主要是不默契 传球的以为他往前跑 对 接球的他以为传脚底下 因为毕竟这个省联队的队员 在一起训练呢 集中也就是这十来天的时间 连今天第十天 这个球员呢来自各支球队 大家呢毕竟配合上呢 还有一定的不太默契的地方 南下连队走边路 船中投球攻门 点抢得非常好 送得也很好 可惜顶得稍稍高了一点 从重放的慢镜 我们再看一下 他那个广东两个中位 都已经在好的位置 所以他顶也顶得不舒服 今天比赛开始之后 广东联队呢 打的还是比较有耐心 我是利用长传 九号摇的标 回敲 还能不能躺进去 香港队看到这个 只要躺进去的话 对球门直接形成非常大的危险 干脆在大进区外围犯规吧 同半径我们再看一下 犯规的是23号宋连勇 广东联队开场之后 在对方大进区附近的 第二个任意球 第一个任意球呢 对球门已经形成了 很大的威胁 好在守门员李安娜表现得不错 看这个球 后点投球攻门 相当队赶快大招解围 7号不劣质 自己强行 往前推进 这个长距离的带球 而没有同伴来接用一下 导致这个球最后 还是被逛中队破坏了 本来这个应该有个队员来接用一下 他自己也走得太快了 因为前面没有人 他应该拖慢一点 好球 好球漂亮 看似一脚漫不经心的射门 但是打得非常刁 15号又是卡根列夫 从这一脚球 应该提醒广东联队的后卫线的队员呢 要注意 要小心 尤其是防对方 主要防对方的高球情况底下呢 还要防对方在禁区里边的一些突然间的冷射 对我们从世界杯也看到 射门不一定就要非使劲的 中射才有效 他经常巧射 射门的时机掌握得好 也经常能进球 哎呀这个 好在7号布列治没有能够把这个球控制 自己的小伙伴 这一只双号布治军 好球 6号 张卫华 张卫华是来自广州松日队的队员 也是广州松日队后卫线的核心 11号 谭安德 因为裁判第一次判是判他摔下来以后的手决 前面的一下裁判认为他没有犯规 看一下 是他自己说的 用手抱了一下球 对 深港杯足球赛呢可以说是跟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是同步 那么今年呢迎来了改革开放20周年的纪念 深港杯呢也迎来了第21届的足球赛的赛事 那么这个比赛呢尤其是在初期确实是打开了像您刚才所介绍的这样 打开了深港两地许多方面的这个接触 李维 这球就欠冷静了 因为他身边没有别人他可以冷静一些处理 从这一段时间来看这个广东联队在中场的实力呢不如这个香港联队 显得有些薄弱 胡志军今天我们看他是向后收 因为在行兵步阵上香港队呢对这个胡志军的了解呢是非常的充分的 那么如果把胡志军顶到前面四肢前锋的话 香港队要防他非常容易 所以主教练呢就把他向后收一收 让他作为第二冲击波 同时呢来利用他脚下这个传球准确 给自己的前锋先生同伴呢制造一些得分的机会 四号留情 这也是广州松车队的球员 我想教练用胡志军打这个前位 主要是胡志军在这个广东联队里头他算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老队员了 对所以希望通过他在中场可以稳定一些 广东联队的接外球 上半场比赛已经进行了15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比0 8号李建军 后点 李建军也是多次参加成反会的老师 前连队的四号是潘耀珠 走到死胡同里了 被这个广东联队四个队员把这球逼下来 7号不列制 再转移到右边 好的 看这一角传球的落点 守门员高建斌出席的非常起始 那么在广东联队里边呢 高建斌和穆军 两个队员是守门员 今天呢首先出场的是高建斌 越位了越位了 从比赛开始到现在呢 这个香港队打的还是比较谨慎 那么大多数的球员呢 还是向他们的教练员彭里来 在赛前布置的这样 就首先要防住 然后再想进攻 所以今天这个香港队起码有五名队员 都是不过中场 这样的话 广东联队要想打快速的反击 想实现这个长船 准确的长船吊冲 打这个单刀附会的机会呢 也很小 但是这种先防 稳防的战术 然后再进攻呢 这样的话 对于广东联队的这个 球门的威胁呢 就不算大 现在对于广东联队来讲 就是如何来破对方 这种密集型的防守 现在看起来广东联队队员呢 可能还是由于这个集训时间比较短 队员之间呢 在配合上不是太默契 打他这个队队应该从边上打 坚决一点的走边 因为他中间刚才说的 人太多了 但是现在从广东联队这个 这一段时间来看呢 就是右路呢 还下底下得比较坚决 左边呢 好像似乎软了一点 这个球出界了 这球虽然没打好 没有默契好 但是这么打 才是打开香港队的这个打法 要想撕开对方的防线 只有坚决的打两个边路 下底反中 香港打到现在呢 他前面进攻 还是主要靠几个八员 自己单刀 自己打自己 他的配合也不多 好球 这是机会 好险的 跑动当中的一脚捅射 可惜球打高了 11号一个球 广东防守后卫 这个5号张卫华 贴身防守 在对方要出脚的一瞬间 碰了一下这个球 这样香港队拿到了上半场第一个脚球 香港队的脚球从队员站位上来看呢 23号宋连勇 后点 外围 一脚近射 就打高了 放在中场把球丢了 好机会 看这一脚 虚晃 在船门前 投球公文 好漂亮 高界边回撤得非常及时 而且角度封得很理想 把对方几乎一个必进的球 给扑出来 看广东连队这个反击的节奏了 中场又一次被香港队把球断下来 远射 摇得标 从半径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脚球应该说传得相当漂亮 但是顶呢 它没长上去 对顶得稍微正了一点 投球公文的又是15号 卡根洛夫 如果这球它能够赢上一步 顶了就能顶上去 那就不容易守 站着原地等这个球来顶 它顶不上去 而且高度也不合适 上半场比赛已经进行了 接近22分钟的时间 比分还是0比0 这脚长看直接传到对方守门员的面前 现在广东连队看到这个香港队在中场堵截的人数比较多 有的时候呢 要想通过中场的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干脆也简单过中场起高球 来打对方防守队员的身后 但是从现在来看呢 这个 这种办法呢 不太奏效 应该还是像站前布置的这样 利用边路的快速下笔 来撕开对方的防线 反规了 高昌红 上红了 转门前 好球漂亮 这些差别危险 这是下场队的20号汤美 抢在高建宾出手之前投球攻门 这个应该是守门员出击慢了 不够坚决 看的点太厚了 你看 不够坚决 好在是没有顶好 尽管 应该说这个比赛开始之后 两支球队在气窍射门的次数上的相差的并不是很多 但是从威胁性来讲呢 香港队要比广东连队 这一段时间要明显的更大一些 别为了 香港连队是五次射门 广东是两次 但是香港连队的五次射门当中 其中有两次都是非常具有威胁的 两次都是投球 现在看起来 广东连队的这个队员呢 还是没有能够坚决的按照教练员赛前的布置 还是显得有一些急躁 对 走边路 11号谭恩德 看看能不能 9号摇的标 传中 这次进攻打得非常漂亮 让过对方的防守队员以后下底传中 好在是现场队的后卫平抵着身高 在中路把球 投球破坏出底线 这样广东连队呢也拿到了第一个角球 反应过来四号流行 反应过来四号流行 依然是下底 好得漂亮 10号胡志军 但是这一角球传的力量太大了 没有打好 太靠后了 在赛中路 好球 这样对铲球犯规了 广东这两次进攻就是打得有点像广东队的味道 广东队的这个球员呢 尽管身材上呢并不是非常的高大 但是在脚下的控球能力方面呢 还是每一个球员呢都非常有特点 首先要打出这种地面进攻的这种快速的配合 然后在战术上呢 利用这个边路的下底 然后给中路制造一些机会 这样的话呢 要撕开这个香港队的防区呢 还是比较容易 如果一味地打这个高攻球啊 我们在前锋的在身高上呢 跟对方后卫相比就吃亏 再看看这个球 直接射上球门了 今天香港队的守门员李安娜呢 确实是表现得不错 在几次封堵上判断的都非常准确 香港的广东队这种任意球 他也很没拿 因为个子相比确实是矮的太多 所以他的点如果发的不是特别好的话 那只能是给发给人家 所以还不如干脆直接射门就算 在他前锋在接任意球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跑动 香港队又犯规 广东队在对方打进去的右侧 香港队刚才犯规就是三号高尔 看看这一次广东队 怀自预员的一个队员 广东队这一次是采取什么战术 应该是 前面要跑动 要扯开对方 这样很难打 这样第一点基本上都是香港队的 如果有个人往前插 一打后点的话 就有可能撕开对方的后卫 如果大家都这么站着打的话 就很难打 张卫华 好球 非常可惜 没有顶到 这个是胡志军吧 是 胡志军这种从后面操上来 还是比较有威胁的 很容易就看路了 就一定把球让过去 四号留情 中间十号胡志军的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停好 再转移边路给自己的同板 船中第一点还是香港队投球解围 这一段时间 广东连队是压着对方大禁区附近在围欧 大球 小好胡志军 起脚射门 球应该说打得非常刁啊 看台眼看了一下守门员的站位以后打了一脚 如果这个球守门员不在最后一瞬间用手碰到的话 这个球也是贴着球门立柱的内侧进往 好在守门员李安娜表现得非常神勇 今天香港连队的守门员确实是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广东连队拿到了上半场的第二个脚球 投球回敲过来 11号韩德掉门 其他同伴呢 这时候都不敢动了 因为香港队的后卫已经牵压了 谁在往里走的话就越位 只能掉门 这段时间广东队既把速度打起来 节奏打起来 同时呢 两个边路的下底呢 也给对方的防守呢 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所以压着香港队全线后撤 香港队的主教练呢 对队员的场的表现不是很满意 不断地站在场地的边上 告诫这个队员要往前走 不要收得太靠后 犯规了 上半场比赛已经进行了30分钟 目前长的比分呢还是0比0 那么本届成岗比比赛呢 广东连队的集训时间 非常短 香港连队的集训时间呢 也并不是很长 香港队的主教练彭丽来呢 在这个组队的时候也说 我们球员来自香港的各支球队 那么在一起做训练的时间呢太短 有的时候这个队员没到 有的时候那个队员没到 那么为了能够打好今天的这个首回合的赛事 香港队呢在前两天就已经到了广州 来适应这里的场地 希望能够在首回合比赛里面 打出自己的这个实力 那么应该说在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 香港队这个防守方面 在今天比赛里面呢确实做得不错 但关键就是香港队如何在进攻上 能够更有所加强 因为广东队已经取得了 连续五届取得了省港杯足球赛的胜利 那么本届呢广东联队呢是想六连胜 而香港队呢也非常想在 这一次的省港杯比赛过程当中呢 取得比赛的胜利 因为这一届的胜利还有一个意义 原来那个省港杯只有二十个牌 二十个牌已经都刻满了 冠军的牌都刻满了 所以重新换了以后呢 等于这个杯就是新上的牌 所以双方都比较重视这个杯 那么目前在这个已经进行的二十届的赛事当中呢 个人进球最高纪录呢 就是原来广东宏远队的谢玉钦 是进了六个球 在一届比赛当中呢 个人进球数量最多的是黎冰 在第十八届比赛一场赛事里面 他是进了三个球 一届比赛 现在香港的进攻也稍微注意节奏 就是尽量的多投入一些命令 这个主教练彭丽来呢 在场地边上刚才打声的喊挥手 让队员的往前压一压 另外呢 这个队员之间的不要收太靠后 是前后脱节 看看这一次广东联队的机会 缓过对方防守队员传球 这个出球出晚了 这个谭德出球出晚了 早一点出 第一次缓过对方的防守队员以后就应该出了 从半径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时间球就应该出来了 再往底下走就已经到死胡同了 对方两个队员防堵加上守门员的侧身过来 已经没位了 暂时交球 到了 把门而过 现在广东联队射门是六次 香港队射门也是六次 但是从威胁上来看呢 还是香港队的其中两次射门最具有威胁 再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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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中间拉 或是强塞 前一段香港队在中场的加强了封堵之后 占据了中场的实力以后 不断的给自己的前锋制造了一些得分的机会 这一段时间香港队由于看到广东联队 不断的大举压上 自己后撤的过多 使得广东联队在对方中场没有堵截的情况下 很轻易地到了对方大地区附近 那么这一段时间 香港队又开始重新往前推 加强中场的堵截 整个上半场看香港投入的兵力还是太少 现在后场还是 起码是有七 五个 还有五六个人老是在后面不上来 前面只有那两三个在前面打 这样的话很难有什么作为 对 加上这两三个队员呢 从这一段时间我们看他们的配合呢 也比较少 还大多数都是靠个人的一个能力 七角 第一时间没有七角 想轻塞给自己成半 广东的推进的速度进入转快 九号刚才姚德彪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好球 这就是广东联队的主教练郑良耀 那么旁边的是张春生领队 香港队范规 这局不好 从现在看呢 进攻广东队要传球的质量要高一点 把球传好 打法还是对落 防守呢 一定要防住这几个的个人的突破 因为这个外援它的特点就是 个人技术特别好 突破能力很强 我们必须要有 要防得住 而且还要有保护的 有一个深度 有一个终身 那这么打呢 就会好打一局 从前面两次这个香港队的比较有威胁的射门来看呢 都是我们当时防守队员呢 由于人数比较少占平了 后面没有纵身保护 一打一次打不过他的 那么香港队的这个前锋线队员呢 既有身高 脚下又有控球的能力 太高了 是国防守的财图 现在已经被较时赫了 也是国子都在打点 从前方队上 会有很多人赫了 对那边太快就再补了 不要因此 是国防守的络合 还是国防守的络合 还行 船中 好球 角球 向上来队上半场 第二个角球 家底再传 没有传起来 安德 再不出没机会了 香港队的界外球 运气示意是香港队的界外球 今天许多热情的球迷 都一大早就来到 省体育场 来观看这个 第二十一届省港杯足球赛 首回合的赛事 那么第二回合的赛事呢是 本月十号在下午 在香港政府大球场进行 19号列卡度 这一条外围的远射 准头 太差了 被卡度是香港南法的队员 上半场比赛结束 所剩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 现在场上的比分的还是0比0 像这种赛球就很没有必要 从后场自己拿到边上 所以不冷静 胡志军 裁判示意比赛继续 广东队二号李威犯规了 当然今天这场比赛的三个裁判员呢 都是来自广州的裁判 投球百度到门前 越位 越位了 香港联队准备 现在准备换人 我们看到10号 郑兆聪 因为场地边上在做准备 香港队呢 一度时间前后显得比较脱节 被广东连队压着半场来打 这一段时间呢 主教练不断的挥手 让他们往前压 场的形势稍稍好 改善了一点 广东队防守犯规 香港队队 divides 照射队 客人 展开 香港队 香港队 十号 郑兆聪换下 二十三号 宋连勇 郑兆聪 郑造冲也是香港多次参加上港队的一个老队员 高建兵 下一队主教练彭丽来 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 换上十号郑造冲 这个主要是为了加强香港对后防线和前锋线之间的联系 是 这个真的是打前锐的 起一个中场的组织协调调度的作用 主教练看到这一段时间的香港队 要不就是压上去担心回不来 要不就是回来的太多前后脱节 看队员之间的配合上 欠缺默契 保农队接外球 上半场剩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 目前双方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 比赛仍然维持在0-0 哎呀 这次才是 4号流行 没 球已经出了边线 这时候主裁判推响了上半场结束的笛声 经过上半场45分钟的激战 双方 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 0-0 暂时打平 休息一会儿以后 我们继续为大家直播下半场比赛的实况 整个上半场期间 香港队基本上有5名球员 不过半场 那么这两个原因 一个呢就是香港队要 在上半场力争不失球的情况底下 在寻找进攻的机会 同时呢 也是为了节约和保存体能 因为在整体的体能上相比呢 香港队的这个体能呢 与广东队的体能相比 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如果香港队在上半场就跟广东连队 打对攻的话 那么香港队的队员的体能呢 可能很快就要消耗掉 下半场比赛呢将会很困难 那么从下半场比赛一开场 我们看到香港队在后卫线队员呢 已经大胆地开始往前压了 这也是香港队的教练员 在根据对方 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能情况 来制定的战术 下半场刚一开场 香港队就有 已经有了一次 在禁区里边的西角射门 好在守门员高建兵 角度封得非常好 干西角射门的11号西顿 那么下半场香港队 目前我们看到他这个人员上 没有什么开打的变好 还是上半场的球员 下半场比赛 广东联队换了一名球员 是13号谢峰上场 这主要是为了加强一下广东联队的整体的实力 凭借着谢峰的速度 估计下半场香港队呢 将会全线的压上 希望能够在第一回合比赛里边呢 能够首先撕破广东队的球员 11号韩恩德 14号霍日宁 3号赵昌宏 这都是来自广州松日队的球员 广东队接外球 15号赵昌宏 上位还是利用长团 打广东连队后卫的身后 卡根洛夫 下底 这就是体能上的问题 这个跑到最后 已经没有体力再往前跑了 所以这个下底传中啊 直接就传出了底线 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 香港队的这个后卫线 比上半场明显的要天涯 香港队将在下半场 把他们所拥有的体能 全部使出来力争率先 撕开广东队的出门 另外在下半场开始之后 香港队的贴身的防守和逼抢 也比上半场要加强 对于广东连队来讲 就希望香港队能够跟我们打对攻 如果双方对攻开了以后 我们的机会将会更多 如果像上半场那样 香港队采取铁桶式的防守 要想攻破对方的球门 确实有一定难度 因为我们前锋在身高上 是不如对方 三号赵昌宏 霍尔宏 杨契华 下半场贴身的防守 B强比上半场要加强 这场队二号丘建威 携传门前 投球 这是张卫华 第一时间把球解围了 我们再看盘子 我们再看盘子 现在19号列卡杜 下半场比赛 下半场比赛香港队后卫线开始大胆前压 基本上只留两到三名后卫 哎呀 这个球 高建平出击的非常及时 下半场香港队后卫线队员只留两到三名在中堂附近 那么这个时候呢 广东队前卫线在中场的堵截呢 应该稍微加强一下 如果一旦中场能够断球 可以送一些球打对方后卫身后 这样打快攻呢 效果会更好一些 这些就是很基本的 传球都没传好就很好 好的 太急了 这下车 太急了 这下车 三号赵昌红 十四号霍尔宁 看这一脚传终的质量了 投球了 哎呀 这还是身材上吃亏呀 奇怪九号姚德彪是高高的跳起 十号胡志军呢也是跳起来了 想跟着想在对方后卫回撤之前把球顶顶起来 球稍微传高了一点点 没有能够顶正下半场广东队的第一个角球 相对后卫回撤的还是非常及时而且身材比较高大 战术角球 在走外围 好 没有倒起来 犯规了 在哪里犯规应该在哪里发起了 在哪里犯规应该在哪里发起了 我们看到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 香港队的这个左后卫啊 也开始大胆的助攻 已经到了广东队的这个大厅区附近 手球了 手球了 张维华手球了 小球 香港人队下半场也拿到了第一个角球 后点 投球好漂亮 这个球应该说是今天开场以来最漂亮的 最具威胁最漂亮的一次攻门 高点宾确实是表现得非常不错 目听的 我愚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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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歆愚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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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军 对方是重点防守胡志军的 尽管他今天的比赛当中是打前卫 但是每当他到了对方大地区附近的时候 马上就有一名球员上来对他进行贴身的防守 一脚远胜 球打得很有力量也很正 被对方守门员连的牢牢地抱在自己的怀里 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两边都有一次封门 看这个机会 韩德 下半场比赛 越位了越位了 从重方的半镜我们再看一下刚刚这一次机会 韩德到了小进区的脚上以后 刚刚准备起脚对方及时回撤球员已经开马杀到把这个线路封住了 19号杨锡华下地传桌 右边跟慢了一点 跟慢了没有同伴 下半场双方在进攻上投入的兵力都有所加强 所以场面上的比上半场要更加好看一些 这几分钟打出了比赛以来的高潮 双方进攻得很快 好球 黄中队对黄手推人犯罪了 黄牌 是谢峰被裁判员出示的黄牌 好李威二号李威 这个距离是射门之间 最多分的距离 所以广东队会排出一个比较强的人强 看香港队怎么处理这个选择 直接射 而且这个力量也不是很够 他想打角度 这么打香港队浪费了一个直接任击 黄勇 黄勇 脚和根一磕 回车的11号 谭恩德把球破坏出了第一线 脚球 下半场比赛 广东队是一个角球 香港队是第二次角球 香港队下半场开出的第一个角球呢 是非常漂亮的 点又很准 打后门中 依然是后点 在空中就被高点兵没收了 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后 双方的守门员都表现得很出色 多次封堵了一些非常有威胁的进攻 那么一步 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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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建威 卡根洛夫 往前盘带几乎以后就是一脚进射 下半场一开场双方就掀起了对攻的这种小高潮 整个场上的节奏跟气氛都明显的比上半场要加快要热烈了 而且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我们看到香港队的两个后卫 左后卫跟右后卫不断的上来助攻啊 这个球高洁明可以用手接因为他不熟一回传 看样子谭安德在接球的时候要首先抬眼看一下对方后卫的这个站位 看样子谭安德在接球的时候要首先抬眼看一下对方后卫的这个站位 这球应该是越位的因为在传球内上呢 谭安德已经坐在越位的位置上 因为下半场比赛 外围又是远射 这一次没有越位 看谭安德能不能盘过去 中间有同伴 看右边包抄接应 还是跑的稍稍慢了一点 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广东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是在广州市的省人民体育场为大家现场直播第21届省港杯足球赛首回合比赛的实况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下半场的比赛 目前长安的比分的依然是0比0 好 右边有没有同伴到位包抄 摆过来再往前趟 脚底下已经开始办算了 刚刚摆脱第一名防守后卫以后 谭恩德就应该出脚转移到右路 但是他看到右边并没有同伴到位 所以传出去也没有用 干脆自己再往前横拨两下 尽管广东队在中路防守有四名队员 但是香港队还是非常大胆的 在中路想做一些配合应急 看那一次机会 跟进慢了半步 14号霍日亭自己强突 装一门了 好球 下半场开始之后 双方的攻防转换的节奏都加快了 而且拼得比较狠 对 19号列卡度 下半场开始之后 这就没有尽管 赫之军 过时也凝 这一脚球处理的太前后后了 本来是想传给西顿的 左边包抄的这个11号 广东还打得比较耐心 从边后位置出动 哎呀传的太厉害了 向阳队右后位二号邱建威 上半场基本上过了半场就往回收 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也是不断的增加一些助攻 先接球的是左后位 船门前 这种45度角斜传门前一般都是守门员表现的机会 香港队和广东队都准备换人 我们看到广东队站在场地边上准备上场的是15号冯明志 香港队是24号高能 新门前一旦 用 скорее乍充 早点 假装 电台 浅雨 对 预柯 estate 人 正 对方防守犯规 香港队踢下的11号西顿 广东队踢下的8号吕建军 看广东队怎么抓住这个定位球的机会 这个唯一一次拿到 那么香港队在下半场开始 在这个位置曾经拿过一个 是直接打的人墙上 而且当时力度也不是很够 那么我们看看广东队 在这个点上怎么处理 这同时也是对双方脚法的一次比较 19号杨岐华 2号李威都站在这个发球点 带转音出来 霍日宁 没有传起来 上海奶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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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场上场的13号谢风就是来自深圳平安队 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香港队是加快了进攻的节奏 进攻上投入的兵力比上半场也有所加强 但对于广东队来讲下半场好像这个节奏呢是控制不错 但有的时候呢还显得稍稍慢一点 应该有机会还可以加快一点 有机会还可以加快一点 有机会还可以加快一点 好下也好 转身就能够转好这个球 对 就是姚德彪 这球他也不好处理 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香港队经过一阵急攻快打之后 现在就开始控制一下节奏 因为香港队在体能上与国内的这个球队相比呢还是有很大差距 所以上半场香港队就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来节约和保存体能 就已经出了变线 在已经进行过的20届神岗杯比赛里边呢 其中有三届是双方最后互设12把点球来决定最终的胜负 其中呢第五届第九届和第十六届 那么最终呢都是广东队取得了胜负 姚德彪以为自己去越位了 没敢再往前追 这24号是刚刚翻上来的高能 射门 哎呀 这个球打的是相当精彩 相当有威胁 那么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 香港队已经是两次打出了今天比赛 开始最具威胁的两次 一次是通过发脚球 投球攻门被爽门高建斌直接把球封住了 这一次24号高能 我们刚刚说这下半场换上了球员带到中路往左一过然后一脚非常刁钻的射门 可惜是打在球门横梁上再看一遍 这是广东队后卫线防守呢 大概有二十多米 在防守的时候收的靠后了一点 从射门的统计来看香港队已经达到12次射门 好像就是八次 香港队稍稍要领先 尤其是下半场比赛香港队开始全线往前压 那么后场留下的空档就相对多了一点 这时候广东队呢在进攻节奏上应该适当的有时候要加快一些 如果还是像上半场那样不紧不慢地打呢 那么香港队能够回撤收回去 把这个进攻的线路啊给破坏掉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下半场比赛香港队在贴身逼抢和防守上的比上半场加强了 这给这个广东队在进攻上也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因素 推撤的非常及时 而且快 所以你推进节奏稍微慢一点的话 一次进攻就瓦解了 相反香港队推进的速度呢 下半场由于这个在前场的几名球员啊 基本上都是外援 所以队员之间的配合呢比较娴熟和默契 而且他一丢球吧 原地就开始抢了 所以广东队组织进攻就没那么没那么从容 所以就显得现在广东队有点被动 这个也是射程之内的 又是直接射上球呗 还是包能射 杨契华 杨契华 19号内塔渡 下半场比赛 广东队在争后场高球的时候 是采取双保险 就是刚才争高球的时候 可能跳下来脚有点崴了一下 李维 好球 过得非常漂亮 再转移右路 15号塔根洛夫 广东队你看这个节奏还是不紧不慢 本来这时候大多数香港球员都在自己的前场 这时候广东队就可以发动快攻 节奏打快一点 连来回拖他几拖 因为香港队的体能 毕竟是与国内的球队有一定差距 节奏稍微打快一点 香港队回撤的速度就会慢 这样的话我们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香港队一丢球他原地强的是给广东队增加了一些难度 但广东队如果是有有这个心理准备啊 早点观察早点早点出球的话呢还是可以打得起来的 这种快攻 现在那个广东队的快攻呢也是没有下半场开场初期 和上半场一段时间打得这么这么好 直接是好球 今天两边的守门员确实是表现得非常出色 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谭安德连续的广东 第一点就是香港队投球解围了 三号赵昌宏 香港队24号高能队跟进的也很及时很快 还是香港队空球 这个让得非常漂亮 19号杨契华 你看 这帝针的假动作 这个中场都拼得比较凶 好球 关键的一角传终 由于香港队的这个后卫线队员的身材啊 感觉明显的优势 所以在这个高球上 黄农卫始终占不到太多的便宜 哎呀这球没给好 应该继续给边上的队员 不应该给从中间拉过来的队员 广东队请求换人 19号杨齐华下换上7号离子飞 想增加一下前面的高度 7号离子飞的身高是1米82 那么他在前边 这样的话 广东对前锋线上的高度呢 相对就有所增强 那么19号杨齐华所私职的这个左后卫呢 应该是9号姚德彪撤回来 来打这个左后卫 小卫 怎么能再跳 从去 进去就走去 这是香港队自己在防守上出现失误 再转移出来 好球 看这一脚传终的质量了 脚球 蜈钗 滙浑 蜈钗 人 香港队 香港队人lle 9号奥尼拉司上 扔下的是 7号布列里 现在这样的广东前锋就有两个比较高的 一个冯明芝一个丽子飞 再加上李渭这就上去 估计这个脚球 希望能够传好 后点 还是相对外围 远射 再射 还是脚球 向阳队今天在防守过程当中 确实是表现得非常勇敢和积极 从半径我们看一下 这回广东队开战术脚球 15号封明芝 敲回来谭德 高度不够 好的漂亮 坎德 漂亮的假动作 缓过第一 再过再过 哎呀再比 哎呀好的 哎呀已经没力了 连续缓过对方的两名防守 队员以后这个脚底下就从这个我们看出来这个联赛结束之后啊各支球队在训练上的不系统 体能还没恢复 体能没有能够上去 这次打前点又是香港队投球结尾 广东队对两名队员同时阅位 冯明芝和坎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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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场队刚刚上场的9号 网络内也正面用长队打背放后卫身后 11号 潘德 没有迷笔 事宜比赛继续 19号列卡住 这卡根洛夫 险些在中场出现一次失误 这个失误将会导致广东队两名球员 马上就可以中场断球发动快攻了 主教练彭以来不断地站在场地的边上 在哭声地喊这个场上队员 要注意之间的距离 起床好的 这就漂亮 现在这个守门员李安娜确实是很神勇啊 既勇敢而且出击的这个实际 嗯 掌握得非常好 再往半拍 这个球就在广东队队员脚下就可以起脚了 有了 投球共北 好球 下半场比赛 离结束剩下不多时间的时候 这个广东队终于利用一次前场的巧妙配合 由前点投球百度向后 投球攻门的是 塔恩德 是塔恩德 塔恩德 塔恩德 11号 塔恩德 他的比分 广东队终于1比0领先 从半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球 是前点 投球百度 塔恩德在 对方防守队员放松的情况底下 抢先半步 开马杀到 而且这个球是冲点 顶德又是斜线 守门员已经鞭长莫及了 这样广东队战时1比0领先 划定时间已经到了52分钟 那么在全场比赛已经结束的时候 这个谭恩德 终于抓住了一次机会 或者零犯规了 或者零犯规了 香港队的主教练 腾里来 马上跑过来抢这个球 赶快给场队的同伴 因为剩下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 现在香港队肯定就是从外面打高球 往里掉 所以广东队要注意 一个要跟他争 另外第二个就是要注意保护后 关键是第二点 acebook 第二位 七号李子菲第二位了 现在这守门员李安娜 也是快速的跑出大景区 来刷这个定位球 要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 看这个机会 得球就打掉解围 还是香港队卸完球 外围一摇远射 这时候主带判 接下来的全场比赛结束了 提升 经过九十分钟的激战 广东队 在第二十一届 香港非足足赛 首回合的赛事里面 以1比0 取得首回合比赛的胜利 第二回合的比赛呢 将在十号的下午四点 在香港政府大球场进行 好观众朋友 首回合的赛事 我们就为大家直播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观众大广场